少爷 司徒岭来了 司徒大哥来了 他在哪儿啊 在前厅 你快跟我去啊 是 是 是 司徒 我难道没有魅力吗 司徒岭他除了 善解仁义一些 能说回道一些 好像也没什么优点了 你是说我不善解仁义 也不会说话吗 对啊 不不不 我不是那个 还有我去看看 是 司徒大哥你来啦 郡主殿下 以后别什么殿下不殿下的 叫我小 郡主 三少 叫我个忙 郡主 我今日来呢 是送你一件 稀罕的玩意儿 什么玩意儿啊 镜头请看 是什么 望远镜 没见识 三少果然见多识广 在下 搬门弄斧 知道就好 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 也没听说过什么望远镜 这是干什么用的 嗯 郡主 你看到那边的阁楼了吗 看到了 那门楣上写的是什么 你知道吗 这么远谁能看得清啊 让我演示给你看 上面写的是 福星高照 你用这个什么什么望远镜 你就能看清楚那么远的字啊 是啊 好神奇啊 谢谢 这前面的东西都变近了 这怎么跟编戏法似的啊 这么神奇啊 你喜欢就好 喜欢 喜欢 这些小把戏有什么了不起的真是 虽然是小把戏 可里面藏着格物致致的奥秘 我 我把它这么反过来 这 这 这 眼前的东西变远了 哇 你要是喜欢的话 以后有什么稀罕玩意儿 我都拿给你啊 好呀 谢谢司徒大哥 你知不知道什么叫玩无从之啊 哪里至于啊 他只是天真烂漫 贪玩罢了 司徒大哥 这个东西这么好玩 肯定有很多人买了 这能卖多少钱 不贵 二十两银子 二十两啊 金神 这么贵 有人买吗 你可有所不知啊 此物乃是西方贵族 之间流传的一种稀罕玩意儿 一进难取忘 看来司徒兄弟的生意 是越做越广啊 哪里哪里 小打小闹罢了 司徒大哥 要不我以后就跟着你学做买卖吧 胡闹 怎么就胡闹了 我是认真想学的 你是郡主 郡主怎么了 我从小就知道 还是自己最靠得住 我偏要学 好好好 郡主果然是经过不让须眉 在下佩服 你如果真的喜欢感兴趣的话 可以到在下的商铺去看一看 三少 要不你也一同去吧 就当活了 好啊 太好了 好啊 好啊 这玩意儿值二十年 二十年我得碎多少块大石啊 这玩意儿我也能做呀 还是做买卖赚钱呀 郡主请 这太厉害了吧 哇 這是什麼呀 奇牆板 這也太好看了吧 郡主要是喜歡的話 就送你了 真的嗎 謝謝司徒大哥 你這生意做得也太好了吧 我這個店啊 是青州最新最全的 生意自然而會好一些 青州最好的商鋪 是如意樓 是是是 小小商鋪 怎麼能和如意樓相比呢 真會我自己倆貼緊 那司徒大哥 你這做生意有什麼秘訣嗎 快教教我啊 自然是有的 就拿這個商鋪來說吧 兩成生意是賣得最便宜的 兩成用來做收支 還有兩成是用來走量的 最後四成 那才是賣得最貴的 哦 原來 做生意有這麼多詩問 是啊 還有嗎 還有嗎 還有啊 我告訴你 商人最重要的 不能急功近利 一定要講誠信 是是是 你這空話誰不會講啊 站著說話不腰疼 老闆 老闆 好 三少 郡主 我還有一些事情要處理 不如二位先上樓吧 樓上有衣服和首飾 郡主一定會喜歡的 把最好的茶也給郡主 不用了 好 謝謝蘇多大哥 請 這麼多天了 你必須回答我 你到底喜不喜歡我 我 我 你快放開這有人呢 你是我夫人怕什麼 我 我 不知道該怎麼回答 那你不回答 我就當你同意了 我帶你這樣呢 兩位 你們的茶已經氣好了 轉告司徒會長 我和郡主有事就不打擾 告辭 上次你不是想吃這個嗎 要不再來點 好 我要這個香菇 再要這個雞肉 好嘞 好嘞 老闆再來點 好嘞 上打啊 好嘞 剛剛司徒領送我那個七橋板 我辣子那 我得回去拿一趟 我陪你吧 不不不 你再多給我拿幾串 等著啊 我們馬上就回來 老闆 多拿幾串了 好 好 是不是販賣私鹽的人嗎 其中會不會有什麼誤會啊 難道司徒大哥真的有問題 等我調查清楚 再告訴那三少吧 捨不得他總嫌無怒馬 好 我一定要做出好玩兒的東西 我要賺很多很多錢